轉一下 我要謝謝評審讓這麼特別的節目也能夠入圍 這也代表 右邊 那我也要跟其他的podcast說 就是這一次謝謝你們 好的 我們要訪問一下 因為現場還是有live直播 特別通過媒體中心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獎項 因為透過藝術文化的角度 然後在podcast的節目裡面去做呈現 其實這個領域其實要用語言去表達 有一點難 那你們怎麼做到 尤其是讓評審習慣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做出版出身的 我是出版經銷 他是出版編輯 那其實我們兩個過去做過蠻多 蠻暢銷的書 但是我們也做過非常多 我們覺得非常好看 可是賣不好的書 所以我們其實透過我們自己 在出版十多年的經驗 我覺得我們每一般人還會抓重點 還懂得怎麼避掉書裡面的雷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講一本小說 讓大家有機會知道 小說的故事裡面有什麼很好看的東西 就像坑田一樣 可是我們是一部爆雷的方式 去跟大家分享一個小說的作品 這其實很抓到精神 是 現在大家都很喜歡看一分鐘 然後瞭解這個大綱 但是大家不想被爆雷 對 而且我們透過他的方式 能夠用拼的角度 我們無數個採摩地方 可每每每就可以吸收到 可以接納到 不需要用視覺 就可以完整 掌握天下事 可以知道小說當中很多的情節 對 這個想法很好 對 所以這個節目大家可以再多記得一下 叫做給我一個故事的時間 對 我覺得這個時間應該留給他們 對 讓他們好好再介紹一下你們的節目 讓大家更清楚更理解 沒錯 其實我們的節目就是以分享作為初衷 我們兩個自己看過很多很好看的書 可是這些書對很多讀者來說 可能是比較抽象比較優偽的 那我們就希望能夠透過我們的分享介紹 讓沒有看過書的讀者可以想要去看這本書 那或者是沒有時間看書的人 他也可以直接聽這個故事 那我再小小補充一下 我們的說書節目跟一般 大家看到的說書節目最大的不同是 我們是專門以小說 小說這個主體 小說這個算是主體為主的作品來討論 那市面上其實蠻多說書的節目會講一些 比如說比較 心靈故事 理財啊或者時間管理啊 但是我們是一個很純粹的一個故事的內容 它發生了什麼事情 它最後變成了怎麼樣子 這中間的起伏 來跟大家分享 是 所以很明確 就是當年電影還沒有 還沒有就是沒有聲音之前 你們兩位就是最好的說書人 而且擁有最好的那個叫做本事 就是你們完全打標了 對 我真的要再度恭喜他們 期待你們的作品 讓更多人能夠認識 一個行銷一個編輯 合起來就是最好的Podcast的 這個藝術節目上的最好的呈現 沒錯 所以再次恭喜你們 給我一個故事的時間 得到Podcast藝術文化節目獎 謝謝 再度恭喜 恭喜